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很多人一生就站在低谷当中 为什么 总觉得不满意啊 总觉得我怨恨啊 总觉得我人生有负担啊 我不开心啊 你这样的话 你看不到光明 看不到希望 你就会处在烦恼当中 所以我们做人要想通 就要学会放下 放下就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无所谓 没了就没了 损失就损失了 被人家讲了就讲了 被人家骂了 你还是原来的你呀 你损失什么了 所以学佛人能够成功 为什么 有些自私的人 损失败 损失败 关键就是在于 他是不是能够放下 等到你真正的超自然的时候 也就是超越自己一种概念 超越了自己能够越过障碍的时候 你同样在世间 你跟别人在一起 你就不会感受到别人在气你 不会感受到世间法对你的影响 这很多人为什么叫世间法对你的影响 很简单 世间法是什么 世间法就是 你要面对这个随缘的事实 别人对你好不好 你缘分足不足 实际上都是世间法 应该怎么样能够来明白 你的内心才不会有烦恼 你自己要懂得怎么调节 让你心中不烦恼的呀 你连自己不烦恼的方法都没有 你怎么会越过这种障碍 让自己不烦恼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任何时候要懂得知因懂果 我今天这个因种下去了 我要知道会有什么果报来 所以不烦恼就叫解脱 你今天能够不烦恼了 你就解脱了 所以我们的心灵在学博当中 在学博后要超越自己 超越自己 色即是空啊 空即是色 这个有色世界很快就没了 你刚刚在生气过一会儿气就没了 你刚刚在发脾气过一会儿脾气就没了 你刚刚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 你过一会儿这件事情就过了 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过去在庙里有很多高僧 他用敲墨鱼的声音比作空 你看这个墨鱼的声音 是不是里边一个木头搂空了 他就敲了 声音是空的 敲空有响啊 就是空即是色 因为空来自于木头 色即是空 因为敲木头 他敲不出声音的 因为他没有看空 没有挖空了 所以你虽然知道 一个木头可以雕成空 但是木头敲不出声音 只有你把它雕成空了 你才会有这个声音 就是告诉我们 任何事情 你看到底了 你把它改变了 你就改变了观点 改变了看法 你色可以把它改变成空 你又可以把空改变成色 这是你自己要做到境界的转换 所以境界空了 你色就看成空了 你悟不到色中有空 所以当你感受和你的想念 你的行为 你的意识 在空和色当中 在犹豫的时候 那你那个时候 就都不是空的了 因为你看不到木头 可以雕空 会有声音 而且你直接把这块石木 敲敲敲敲 敲不出声音的 所以看问题 要看到它的转换 所以你的受想形式 接受你的思维 你的意识 你的行为 思维当中的行为 实际上 都是空的了 因为讲过了 想过了 都是空了 色不易空 空不易色 也就是说 空的东西 实际上来自于 这个实实在在的木头 而木头的空 是因为我做过了雕刻 我看透了 木头还能成为一个空性 所以你看透了 你不会把这个木头看成 它永远不会想的 那么你就能够看破这个世界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要看破五蕴皆空 你想想看一个人的性格 说这个人不会改了 这个人改不了了 是 很难改 但是他最后还是改得了 那要看你花多少功夫 所以对色空两个字 应该懂得 非色非空 并不是说 这个世界一切都不能变 也并不是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变 实实在在 非无色 非无空 并不是看不见 也并不是看得见 那到底是看得见 还是看不见呢 就是师父刚才跟你们讲的 木鱼就是这样的 你这块木头到底能敲响 不能敲响 你说木头怎么敲得响 敲不响 但是把它镂空了 做成木鱼了 它就敲得响 所以非响非无响 这人也是这样 你说这个人到底好人还是坏人啊 你说他是好人 他经常自私的不得了 你说这种人怎么算好人 你说他是个坏人 他还经常帮别人忙 你到底算好人 还是不好人 那么非好人 非不是好人 就是这样 所以非响非无响 所以我们说 木鱼木头做成 而木鱼一定是离不开木头的 离不开木头 所以用这种平等的 无分别心 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世界 你就了解了 这个世界 为什么佛法讲的 人人平等 为什么佛法讲 人人可以改变 人人都有般若 为什么众生 他接具佛性 你们就会慢慢的反过来 理解 佛陀所说的这一句真谛了 所以真正的高境界的高深大德 对所有的众生 都认作是未来的佛 我没有把你们看成 你们瞧不响了 你们都是未来的佛 没有分别心的实修 对别人 像对自己兄弟姐妹一样 那你修出来的是真修为呀 真修为 所以学佛人的高境界 是由平等心生出的 所以你们想想看 一个人没有平等心 哪来的佛心呢 所以把人家看了 心都平等的 你就懂得了 佛法界经常讲了 叫万物本同源 万物本同源 众生如是 众生也是的 同根同源 我们都具有佛性 我们都可以成为 未来的佛 所以佛经说 天下男人是我父 天下女人是我母 这种高境界的心态 根本不会产生 产生人间的嫉妒心啊 分别心啊 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相互争斗 没有这种境界 看人都是有色眼睛 就是很多人看出你是块木头 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人脑子像块木头一样 敲都敲不响的 很多人脑子很活 所以用平等性当镜子 经常照一照 你做的行为 有没有看不起别人 你的为人 有没有照见自己身上的各种缺点 你应该照到你自己身上 不该有的贪嗔痴慢疑 你全部都应该照见 你应该看到你空观的思维 也就是说 你有没有这么大的 未来的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看到未来 你有没有空观的思维 就是你能够放空自己的心态 不要纠结在那些小小的烦恼啊 一句话当中啊 一件事当中 你的思维就是空观了 你观察的这个世界 整个都是空性的 它不会给你带来伤害 不会给你带来烦恼 只是你自己因为看到了 它的实实在在的烦恼啊 和忧伤啊 所以你远离了 看破红尘的那种实相 所以你就不能造出自己 你也观照不了自己 身上的贪嗔痴慢疑 你就会让自己的劣根性 遁形 所以很多人的劣根性 为什么这么重 因为你看不见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以当一个人常被烦恼所扰的时候 经常恨自己业障深重的时候 你们要记住 这个时候就是你在接受考验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在解脱束缚 你就是走在解脱束缚的行列当中 所以有的时候看见自己烦恼来了 就是觉得很开心 人间的烦恼来了 我有办法 我要用智慧来克服它 我今天想通了 笑得出来了 我不烦恼了 我又战胜了自己一个结 因为你们记住 任何一个结都会产生难的 所以叫结难 有结一定会有难 所以结难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师父叫你们解脱众生的束缚 就是你除了自己解脱 你还要帮助别人 你要想解脱众生的束缚 你首先要解脱自己 你才能帮众生解脱束缚 就像师父跟你们讲 你自己都没有修好 你怎么帮得了别人 有的人去劝人家 人家在你面前哭哭啼啼的 说了一大堆不好的话 你自己非但没有办法去帮助他 你最后跟着他一起烦恼 所以对众生的境界要无声罚恼 也就是说对别人的境界 你要学会包容 不要让他生出很多很多的烦恼心 你不烦恼用平等心 很多事情就会在你这里过去 就像没发生一样 所以人不要纠结 我们学博人 精进不倒退 精进不倒退 就是停止自己的懈怠 永远要往前 要修出世法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修出世法非常重要 你比方说 你在人间这件事情苦得不得了 你想一想 我又不想在人间干嘛 我有什么好争 我好好地修自己的心 几十年眼睛一眨就过去 以后到哪里去 大家都各奔东西都不知道 所有的面子 所有的想法都会化为灰烬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有太多的想法了 我们几十年活下来 太多的想法 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了 学会修自在清闲 什么叫自在清闲 安静 清就是干净 你只有自己自在清闲了 你才能修你心中的净土 否则你一辈子也修不到净土 所以我们不但要修自己心中的净土 而且还要学佛的向好庄严 你看看 有的时候你说怪话的时候 开玩笑的时候 你的脸你们看不见 很怪的 你说你们讲一句笑话的时候 自己笑得来那种样子 轻飘飘的 觉得自己 哎呦 你看看多开心啊 你的心啊 你的脸像啊 都一点不壮严 让人家看不起你了 所以心中的清静佛土 哪里来的 就是讲一句话 想一想像菩萨吧 动一个脑筋像不像菩萨 做一件事情像不像菩萨 我今天骂人对不对 我能不能跟人家吵架 所以要想在人间拥有向好庄严 要懂得不是单单的和别人的相貌不一样 你看有些人 像化妆化得很好看 相貌不同 你好像比人家好看 但是庄严不了 你看看有些老人家满脸皱纹 他走出来大家都会对他很尊敬 为什么 不是你好看啊 不是你整容啊 那是从内心修出出世法的 这个禅修的境界 他的眼神让你肃然起敬 而达到向好庄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